刘备的汉氏宗亲身份一直是个争议芬然的话题 虽然包括三国志在内的很多史料都肯定了这一点 但依然有不少人从各个角度上去质疑其真实性 其实个人觉得刘备汉氏后裔的身份还是值得肯定的 毕竟刘这个姓在汉朝之前都很少 西汉建立以后才逐渐多起来的 换句话说在汉朝以后只要是家里姓刘 多多少少都能在家谱上查到 和汉高祖刘邦的子孙后代有些血缘关系 更何况那个年代感随便冒充皇室血统 一旦被揭穿可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聪明绝顶的刘备自然不会无缘无故 吹这种毫无根据的牛皮 其实所谓汉氏宗亲的身份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珍惜 哪怕是刘备自称中山静王之后 这位中山静王名叫刘胜 是汉武帝的弟弟 其实在西汉时候被封的藩王很多 他只是其中一位而已 后来汉武帝为了维护中央集权 搞了若干次消翻行动 将大部分成色不足的草头王也削官免职 先后被裁员的封江王侯多达近两百人 而刘胜的后人刘真恰恰就在被消翻的名单中 他是刘备的先祖 在被革职以后沦落到桌县 并繁衍生活了几百年 慢慢的桌县刘家家到中落 家谱中断 人丁也逐渐凋零 沦为了普通百姓 除了依然姓刘之外 已经找不出和汉氏的任何关系了 所以说刘备顶多能算是皇帝家的远亲 而且是八八六十四杆子都打不到的一个超远皇 远的都不知道哪里的一个远亲 东汉末年 朝廷大权旁落 军阀之间不断混战 民不聊生 天下大乱之时自然 也是英雄辈出之时 刘备的底子太差 比不得那些有地有兵的大诸侯 岂不也太晚 等他稍微混出点名气来的时候 别人都把天下瓜分的差不多了 不过刘备还是慢慢树立起了自己的招牌 手下拉起了一支队伍 身边也聚了些人才 虽然实力不强 兵不精将不猛 经常打败仗逃命 还动不动投靠在大诸侯的门下 但至少刘备从未让毁灭性的打击发生在自己身上 哪怕是在刑事在凶险 自己在狼狈的时候 他也能安然度过 并在短时间内又将队伍重新拉起来 能够做到这点 除了刘备本身的眼光 过人很政治能力突出之外 仁义道德的形象和汉氏宗亲的身份 也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不过凡事都有 正凡两个方面 汉氏宗亲这个光环 在给刘备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坏处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刘备遇事都必须斟酌自己的身份 行事不可太过直接 更要注意手段 以免自毁招牌 然而 作为一个处在初创期的团体 有时候迫于生存和发展 是不得不使出一些非常规手段的 这时候 汉氏宗亲这顶光环 就化作了一道紧箍咒 迫使刘备将自己的行事法则 约束到一定范围内 自重身份而不能出格 更可怕的是 这一点还会被足够聪明的对手所利用 这等于是刘备身上 平白无故多出来一个 随时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 而且这样的事情就真的是发生了 刘备费尽心机和淘迁斗志斗勇 好不容易才收了被让过来的徐州 从此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现在的徐州 不仅有刘备的名望和百姓支持 更有了身经百战兵多将勇的吕布军团辅佐 两方正好强弱 互补合为鸡脚 令曹操也不敢小事 目光敏锐的曹操 看出了刘吕联盟的最大破绽 也看到了刘备身上的最大弱点 于是采取了寻遇所限的驱虎吞狼之计 以天子之令照 刘备讨伐元术 目的其实就是把刘备调离老窝 给吕布创造 却朝纠战的机会 刘备的目光敏锐程度也不在老曹之下 第一时间都看穿了这条独际的目的 只是看穿了也没卵用 这次即便明知是坑 他也得义无反顾往里面跳 原因很简单 你刘备不是自称汉氏宗亲 以忠兴汉氏为人生目标吗 现在元术得了传国玉玺 在南洋称帝国号大成年号众兴 至堂堂大汉天子于一旁 这是多大逆不道的事情 现在汉县帝都给你发来了诏书 让你刘备这个皇亲国戚出兵讨伐 为军分忧 你还敢推脱吗 不得不说 这可真就是点到了刘备的死穴了 出兵吧 徐州军的指挥权可还没控制在他手里 以他手下那千八百子弟兵 还不够元术塞牙缝 更何况还有吕布这么大一个隐患 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这一走徐州城还幸不幸 刘可就难说了 不出兵吧 自己的脸往哪歌去 好不容易靠汉氏宗亲这个名号 所挣来的人面 招牌声望微信 可就全都丢光了 今后谁还会待见自己 最终刘备还是选择了出征 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 地盘丢了 还要夺得回来 但名声坏了 可就永远都晚不回来了 古人的观念可是很看重这个的 而且出征也未必会丢地盘 但如果不出征名声 就肯定狼藉了 刘备只能是一边对刘首张飞抱以希望 一边祈祷着吕布陈公脑子 短路不会见机行事 其实所谓的出征也不过是在汝南边境象征性打打游击 袁树军队虽然战力平庸 但规模和声势都不是刘备那点 微末实力能比的 刘备下了死命令 不准和袁树军队正面相碰 一边随时还关注着徐州老家的安危 随时准备着回军 但是即便如此 刘备的争讨还是被袁树当真了 这个傲慢自大的家伙 也注定认为刘备得罪他了 不仅如此 徐州老家也在一个夜晚被吕布袭了 张飞也真的是失手了 刘备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全部发生 只是还好 刘备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名声 试想如果没有汉氏宗亲这道警呼咒 刘备完全可以置曹操的诡计于不顾 或是私底下和袁树勾的 连台共唱假打双簧 但是刘备的身份却不允许他这样做 两者害他只能挑一个轻的来接受 让自己在徐州的大好形势 辅之东流也幸亏此时的刘备不过三十多岁 保住了名声并且锐气尚在的他 还有重头再来的时间和机会 其实在东汉末年汉氏宗亲的身份名牌 对于其他人来说意义并不大 拳头代表权力 失了失的汉县帝流邪都被全臣挟持 东飘西荡威严禁扫 但是对于刘备来说 这个名号加上他自己打造的仁义道德招牌 就足以产生质变的反应了 这当然也要得利于刘备本身的能力 靠着这样的名号和招牌 刘备才能够四处忽悠 招揽得到人才 争取得到人心 这对于毫无根基 光感起步的刘备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刘备不是傻瓜 懂得权衡利弊 如果汉是宗亲 这张牌是必大于利 他是绝对不会打出去的 他之所以会打 就是因为这样会利大于弊 而且没有别的选择 毕竟他起点太低 要地盘没地盘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再不拉来一顶 合适的名号 带在头上 就真的是一无是处了 据史料考证 西汉景帝到东汉县帝 一共出了二十位皇帝 但只经历了十四代 而刘备在祖谱中是汉景帝的十八世孙 也就是说 如果要真的按背分算 刘备该叫县帝曾祖父 而非是以皇叔自居 至于汉县帝尊他为叔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竟刘备年龄比他大 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还是拉拢他 以抗衡曹操 这才有了后来一代兆的故事